大家好,我是Den 在开始今天的影片之前 我想先对新加坡的观众们道歉 昨天在报道以孙满在新加坡设立公司的消息时 我错误的使用了新加坡的国旗 新加坡国旗应该是五颗星 而不是五个方块 我当时只是因为国旗下面的白色部分比较暗 放在白色背景应该会比较好 所以就直接使用了 没能好好检查的部分是我的疏忽 只是希望新加坡的观众们能够相信 我绝对没有故意不尊重新加坡 或者是新加坡国旗的意思 以后我一定会再次确认 不再发生同样的错误 大家好,我是Den 10月29号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 当日驳回了米尼锦针对海普提出的 要求重新任命他为 欧多尔德代表理事的假处分申请 海普在法院裁决出炉后表示 感谢法院的明知判决 海普将以此次决定为契机 全力推动欧多尔德正常化 加强多品牌策略 并支持旗下艺人活动 然而米尼锦表示 法院并未对股东间合约的有效性做出判断 与海普签订的股东间合约依然有效 此次决定并不意味着法院接受了海普的主张 为了忠实履行股东间合约 以及女进士和尔德的发展 希望海普做出明智的判断 尔德原定于30号 因米尼锦的要求召开董事会 讨论任命他为代表理事的议案 米尼锦提交的假处份申请的核心 是要求法院指示海普 让公司内部董事在会议上支持该议案 然而随着法院的驳回 米尼锦重返代表理事一职的计划 似乎已落空 虽然海普此次成功获得法院的驳回决定 但他们目前需要解决的是 极其不吼的舆论 海普近期在国政检查中被解漏的内部文件 导致CEO公开致歉 对公司形象造成了打击 甚至海普旗下艺人 17的森官也发表了很长的贴文 虽然森官并未明确指出特定对象 但他强调了演艺界同事们的努力 表示他们并不是那种 可以轻易被评论或评价 无波无烂的活动的人 所以韩国很多网友们和媒体们都认为 森官应该是在批评海普的报告数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米尼锦真是典型的直转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啊 照这么说的话 第一次假处份的时候 法院也没有认定他完全没错吧 当时他赢了的时候 大肆进行媒体宣传 现在却在输的情况下自我安慰 现在连海普旗下爱抖的粉丝群 都在呼喊托海普 希望米尼锦能顺利离开海普 在外面发展更好 海普就让他自生自灭吧 海普的内部文件事件固然让人气愤 但对于米尼锦本人真的没什么好感 希望不要因为这次被捕回了 就又提到兵力用女进士 从一开始 因为Odo的股权结构 本来就不可能获胜 这次的行动更像是为了逃离海普的铺垫 变成是 原本还想留在海普 但由于法院的判决及海普管理层的反对 现在他必须要离开的局面 看到海普的所作所为后 真的不想支持海普了 对于法院的判决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10月28号 奈及利亚裔美国歌手Henry 在自己的SNS上发文表示 自己是案件发生当天 公开的见识器画面中出现的目击者 Henry表示 从事音乐产业的朋友邀请我到一间咖啡厅 在那里我首次见到包括杰奇在内的新朋友 当时大约有12人在场 许多人都已经喝醉 但我和杰奇并未醉酒 许多粉丝认出了杰奇并请求合照 他也亲切地答应了 不久后 一位男性粉丝带着两名朋友靠近杰奇 并要求合照 当时已经很晚了 杰奇因疲惫并需要照顾醉酒的朋友而玩具合照 但该粉丝依然反复追问 为什么 就在我们准备离开时 当天刚认识的一名男子突然对那位粉丝动手 我们对这毫无理由的暴力行为感到震惊和困惑 杰奇当然感到害怕和不安 我们中没有任何人私下认识这名男子 杰奇为了避免争夺扩大而努力劝阻 杰奇痛苦地向朋友打电话寻求帮助 随后我们到了一个街区外的餐厅 与杰奇的朋友会面 拼近情绪并讨论事件 此时警察感到并要求查看身份证 而那名粉丝进来表示 我们不是造势者 警察才离开 他根本没有做错任何事 他怎么可能控制那些 他根本不认识的疯狂男子呢 应该停止将他描述成坏人的言论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所以说那位粉丝在被杰奇拒绝后 还不断追问为什么为什么的态度 也是挺傲慢的 是不是那位粉丝因为被打了感到不甘心 才把气洒在杰奇身上呢 而且这种场合根本无法做出客观的判断 所有人都是受害者也都出在恐惊中 为什么要偷偷地给出 可能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的言论呢 从监控中可以看到 他直接道别后退开 反复问为什么这部分的陈述真的有必要吗 这反而给人感觉像是在母害受害者 其实没有人要求他去控制那个男的 但他没有报警 反而是换个地方继续喝酒 隔天警方去找经纪公司时 他也没有积极配合 看监控的话 杰奇当时也明显受到惊吓 而且还在试图劝阻 面对那么激动的男人突然出手失报 想阻止也很困难 在这事件里 我觉得杰奇真的挺可怜的 对于这位美国歌手的发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发表新曲回归 但是所属公司 夸张一点说的话 真的是根本都不做宣传的女团 这个女团就是 Stacy 2023年 Stacy从TeddyBeer Puppy Poop 连续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但是2024年 根本就是 希望大家不要知道 Stacy的回归的程度 今天Stacy公开了主打歌GPT 不是ChitGPT 是GPT 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 Stacy的新曲GPT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实在是无法理解 也不能认可的 卡尼娜说的话 美女不是以好看不好看来区分 好看是当人的 只会分取向而已 对有可能会分喜欢和不喜欢 但喜欢的比率应该有99.9%吧 卡尼娜 请稍微认清一下自己的长相吧 她在说什么 今天是愚人节吗 其实我多多少少也能理解 卡尼娜在说什么 请稍微认清一下